罗云浩我问你几个事 你是谁啊 这不重要 你不说第一代手机你卖3000块你就孙的吗 为什么卖2000多 那个是第一代产品上市的时候他们问的 然后我们上市的时候确实也是3000和3500块 只是后来卖了一阵就降价了 其实所有的手机都会降价的 你不说收购苹果吗 怎么现在自己反倒被收购了 很惭愧 我们手机业务确实没有做好 那你现在还想收购苹果吗 这个就不说了吧 你不牛X吗 你不企业家吗 怎么现在跟网红混到一起了 我没牛X 而且我也没觉得网红有什么不好 我也不觉得网红有什么不够企业家 你现在当然这么说了 作为企业家你已经混不下去了嘛 我现在也是企业家呀 只不过同时也是网红 你算个屁业家 你说不算就不算吧 屁业家 这个稍有点别扭是不给我拿把椅子放在我好那样压迫着问他好吧多谢多谢好谢谢 你不是说你想找佩服的人就会自己照镜了吗 现在你也这么想吗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但是看到你以后想法也有些转变 你有个屁X想法 你不是不愿意给杂志摆拍照片吗 我看你刚才西装一套一套的换拍的挺来劲的呀 我确实不愿意摆拍 但是也没说不能拍 何况这不是自足去皮尔杂志吗 哦 这么说你以前是瞧不上的一些杂志咯 那倒也没有 我是不愿意摆拍 但是公司安排的活我也能干 我看你啊 什么混乱想法都没变 只是为了赚钱 为了做企业还债 在那给我装书呢 我告诉你 你这样不会有好现场的 别别别 别别 别别 我说这谁是一个不幸会的